那么在这种表面清晰分工之下 具体用料和做工是否经得起推敲 接下来我就从这三大模块逐一分析 看看它的实力究竟藏在哪里 或者省在哪里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好多朋友都在催我 咱们的拆解视频都是按照测试片的顺序 一个接一个的来拆 只要是咱们测试过的 全部都要拆解 没有不拆解的道理啊 因为咱们的频道就叫离火车材 这款充电器内部电路架构怎么样 我们这一期拆了就知道了 关于这个充电器的测试部分的内容 在咱们主页还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老点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无界JKMK的全线一充电器 我们用撬棒先把这个壳子撬一下 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撬开啊 不行啊撬不动啊 直接动用咱们的切割机 直接把它切了 切得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把它撬开 切得满手的粉末 就证明这个壳体 它是采用的主燃的材料啊 内部的散热胶填充的不少 这是内部的散热胶 挑了一部分出来 白色的是固定胶 用来固定内部的充电模块的 直接用钳子可以拉出里面的充电模块 这背面啊 贴的这种灰色的散热硅胶 然后变压器和次级的输出板之间 也是填满了这种灰色的胶 咱们这个充电器放置了这么久 所以说这个电解电容上面是没有电的 如果是刚通电的情况下 拆下来必须要把它放电 不然的话 手不小心碰到上面的打得一跳 所以说拆解充电器有出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是剔除下来的背面的散热胶 花了一点时间 把这个胶清理了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主板 它是采用了两路开关电源啊 2加1合并输出的 折叠插角部分 它是采用了卡扣的方式 卡到这个灵活线上面 卸掉折叠插角的螺丝 这个是折叠插角的主件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把它全部打散了 这个充电器 咱们已经全部把它打散了 这款ZKMK无界100瓦三口的全协议充电器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双路独立开关电源的架构 也就是说 整机的高功率输出并不是由一路电源统一承担 而是分成两路形成清晰的分轨供电的策略 从输入到输出 整个架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输入EMI电路 双QR反击电源电路 MSU控制三口输出电路 这道电源的架构从布局到功能 体现出的是一种偏工程导向的设计逻辑 讲究划分清晰 路径简洁 模块独立 那么在这种表面清晰分工之下 具体用料和做工是否经得起推敲 接下来我就从这三大模块组一分析 看看它的实力究竟藏在哪里 或者省在哪里 输入EMI电路 电力入口的第一道防线 采用的是标准交流输入EMI滤波设计 一枚私印3D-11的绿色NTC热明电阻 用于初级浪涌抑制 搭配一颗来自东莞洁电子的曼容保险丝 规格为5A250V 洁洁电子2009年成立 是一家专注保护类小型元器件的厂商 紧接着一颗东莞青红电子出品的X2安硅电容 容量为0.22微法 电压等级275V 青红成立于2003年 主攻安硅类电解电容 采用了一颗环形弓膜电感 对高频干扰做基础的抑制 整流桥部分比较特别 使用了两颗不同型号的整流桥堆 分别服务后端的两路电源 第一颗为WR ABS20M机 2安1000V 出自深圳沃尔德什叶 另外一颗MB30M 3安1000V 属于通用型号 为标注厂商 整体看属于功率分轨的处理思路 高压滤波部分40瓦一路 采用了两颗DHCAP品牌的47微法 400V的电解电容 加一个插模电感 组合滤波 DHCAP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容啊 而65瓦一路 则采用三颗 深圳三支加电子出品的 33微法 400V的电解电容 三支加电子 成立于2006年 主攻电源级电解电容 整体来看 这部分属于结构规范 元器件选择偏实用型的 EMI输入设计 覆盖基本滤波功能 属于购用优先的路线 双路QR反击主电源架构 独立分轨输出 强化功率控制 电源部分是这款充电器设计中的核心 采用的是双路QR反击电源架构 每一路都是独立的边压整流 各自供电 主攻不同输出砖口 实现灵活功率分配 两路开关电源的前级启动电容 均使用了10微法100V的电解电容 厂家的话是未知的 第一组40W功率段 搭载了一颗主控芯片 还有一颗同步整流芯片 主控为杭州杰华特微电子出品的JW1518D 杰华特成立于2011年 是国内知名的电源管理芯片设计公司 同步整流部分使用的是 深圳恒城微电子出品的HC7709B 恒城微2014年成立 是一家中小型模拟IC厂 第二组65W输出 采用的是另一组芯片组合 主控为昂宝电子的OB2737E 这是一颗集成功率模式的高集成度反击控制器 搭配昂宝自家的整流芯片SN97F 昂宝电子2008年成立 是国内IC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输出滤波部分 两路共使用了三颗820微法 25V的固态电容 其中40W段一颗 65段用了两颗 均为无品牌标识 这一部分的容量中等偏少 应对中复负载可以 如果是满摘下的文波的话 可能会略高一点 从架构上看 这一块设计思路很清晰 左右分工明确 不过滤波储轮部分 明显走了节制的路线 MSU控制 多协议输出系统 协议控制与多口雕度部分 也是这款产品主打的全兼容核心所在 整个次级控制部分 使用的是三颗MSU协同的架构 通过前级一颗HT33的线性纹压芯片 提供3.3V稳定的电压 为MSU及逻辑电路功能 其中一颗主控MSU负责 整机三口的调度与功率分配 目前 思应已经打磨 无法识别具体的厂商 根据实际功能判断 该芯片具备协议识别中枢调度功能 包括检测负载需求 协调输出路径 动态功率分配等 这里一颗SM001 这里一颗SM001 分别应对C1口和C2A口 负责执行快充协议的具体握手和电压电流控制 从思应风格及常见方案推测 属于国产非公开通用协议控制器 目前市场上全协议基本上都是这个芯片 VBUS控制方面 C1口和C2口的VBUS开工馆 使用的都是RW403N的功率MOSFIT 配套的采样电阻则是R2005 这颗MOS管和这颗R2005则是C2口的 A口则是使用了RW40N加RWP1303的N加P的组合 配套的采样电阻为R020 这种VBUS和采样电阻的配置 常见于多口快充产品中 能够实现高效的电压切换与负载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 协议控制小板上面没有设置滤波电容 在某些高压输出的场景下 会出现电压波动或轻微的过充现象 这是所有的国产全协议充电器的一个通病 包括这个ZKMK 它也是没有设置小板上面的滤波通路 回到这款100瓦三口全协议充电器的整机结构 我们先从整体设计逻辑看起 它采用了少见的双路独立开关电源结构 这在同类产品中并不常见 一方面带来了结构上的清晰分工 有利于功率隔离与热量控制 另一方面也赋予它在多口同时输出时的功率灵活性 能够兼顾单口大功率与多口均衡输出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单电源搭配协议MSU 这种搭配的话基本上都是全协议的统一的一个方案 而咱们今天猜的ZKMK 协议控制部分采用三颗MSU协同管理三口输出 不走一颗协议芯片调三口的简化路线 而是做了明确分工 再来说说它的不足之处 协议控制小板没有配置本地输出滤波电容 导致20伏档位下实测纹波超出300毫伏 成为实际体验中的一个短板 还有就是工艺上的问题 咱们看到了就要说一声啊 板子上面部分元件存在可见的错位 半焊贴桩偏移 说明生产端的质量控制仍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来小结一下 这款产品确实是尝试走出来一条 结构不一样的路线 可真正决定快松体验的 不仅是结构图上看起来有多复杂 还有细节上能不能做完做足 所以说它不是没有设计想法 但也确实在该精细化的地方放松了手 这种走出结构回到瓶颈的现实 也恰恰反映了当前国产全协议产品 在成本与性能之间的长期的拉锯 这款JKMK无界100瓦 全协议氮化价充电器 测试也做了 拆解也拆了 最后我们来一个总结和购买建议 这款产品从结构设计到协议适配 确实做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电路架构 结构上更像一台小型模块化的快充系统 整体的调度逻辑清晰 快充识别效率也相对快速 测试片视频中 对主流手机品牌私有协议支持表现非常不错 就像蓝绿厂的协议华为的协议小米的协议都能够稳定的握手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是 它不挑线材 即使使用普通的CC线缆 也能顺利跑出这些私有的快充协议 不依赖原装的定制线 这点在实际使用中非常的加分 不过在PD65W高压场景下 由于协议控制小板没有本地的输出滤波措施 测试中出现了300毫升以上的文波波动 但是这个也仅限于20伏的PD档位 对于手机的快充10来伏的电压来说 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咱们测试片文波测试都给大家测的非常的详细 还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这款充电器的目标核心人群其实非常清晰 那就是手机用户和多手机混用党 追求的是协议广泛适配 技杀技用 线材不挑 体积适中的那一群人 那么你是其中的一个吗 认真测拆 客宽输出 我是李火测拆 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有你们的陪伴就是我继续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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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